你好 相信很多同学今天都收到了来自油管的一封电子邮件 通知大家油管将要给每一个频道指定一个叫做油管标识名的东西 油管标识名是个什么东西 老胡这期节目就给你讲清楚 好 首先油管的标识名是唯一的能够标识你这个频道 那你讲我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唯一的标识我这个频道 比如说每一个频道都有一个ID在你这个频道的首页上面 上面在这个地方的最后一串那个数字就是一个频道的ID 但是这个频道的ID是一个机器码给机器看的又不是给人看的 人要非常容易通过一个这样一个标识码 马上就能知道这是西雅图老胡 那是Elon Musk 这是苹果公司 那是Microsoft公司 是这个意思 就相当意思 我们在推特上面的那样一个标识码 一个道理 这个概念首先弄清楚 一个频道的标识名 它主要的用途是来唯一的标识这个频道 并且让这个使用者非常容易通过这样一个名字 就知道是你 就像人的名字一样 那它怎么用呢 我们看一下 它会用在这个短片里面来接受这个通知 它会用在你的这个首页上面 将来在你这个频道的名字旁边 会有这样一个名字 那你讲频道名字难道不能唯一的标识我这个频道吗 当然不行 因为大家知道频道名字不是唯一的 你可以去跟别人频道名字重复的 对吧 只有刚才我们讲的频道的ID 那个是唯一的 但是它不是用户友好的 所以现在要给你一个人能读得懂 能够容易记忆的这样一个表示名 它就会用在短片里头 用在首页里头 用在搜索里头 用在别人可以at你 因为你是唯一了 对吧 可以在这个社区帖里头进行对话 我是对西雅图老胡说的 不是对隔壁老王说的 at一下 那后面的这个显示通知 整个的这些机制都会相应的改变 好 那么整理一下子 关于这个标识名 有这些内容的细节 我现在就给大家来理一理 第一个就是样式是这个样式的 这个不奇怪 就是at后面就是你给它取的名字 那第二个呢 它命名的规则是三到三十个字符 注意用英文的字母和数字 不能用中文 那还可以用这三个特殊的字符 下滑线 连字符和英文的句号 那么这个标识名有这样一个特性 就是唯一性 不能从名 不能像现在那样 频道名字可以是从名 因为它是唯一的 所以可以用来标识你 这个西雅图老胡 就是西雅图老胡 不是Donald Trump 你知道在推特上面 Donald Trump 被一个真正叫Donald Trump的人注册过了 所以当美国前总统Donald Trump要在推特上面注册 他要用一个唯一的标识名的时候 那他就没有办法 最后他取的是real Donald Trump 真正的Donald Trump 因为美国叫Donald Trump这个名字的人不是唯一的 有好几个在推特上面比美国前总统注册这个名字的人 那个人真的是Donald Trump 所以有了微信可以就标识你 可以查询 现在大家知道 很多同学最开始新创一个频道的时候 我收不到我这个频道 因为我们收的时候就用频道的名字 当然收不到 接下来由于有了这个标识名 你去搜它 那就马上就能收得到 可以用来推广 你只要讲老胡的 在这个油管上面的这个标识名 就是at西雅图老胡 大家一下子就能记得住 可以互动 刚才讲的 我想跟西雅图老胡说话 你在油管的任何的可以互动的这些地方 比如说社区或者是留言区 就可以去at你喜欢的这个对话的对象 当然你也可以在视频的说明区里头 在标题里头都可以使用这样一个格式 通知你想要触及的对方 有了这个标识名以后 新的频道的网址就变成这个式样了 就是youtube.com 然后后面就是这个油管的标识名 因为它唯一了 所以后面这个字符段是唯一的 那么整个的这个网址就是唯一的 对吧 好 那你讲我有原来定制了我的网址 比如说老胡的这个定制的网址是 老胡油管研究院 这个老的这个频道网址也有用 并不是完全取消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链接也许在其他的很多的 引流的网站里头 或者分享的链接里头 如果你取消这个老的链接 那完蛋了 所有原来那些老的链接全都会断掉 所以油管采取的方式 你用新的频道网址和老的频道网址 都会指向你这个频道 什么时候生效呢 今天的通知只是告诉大家 油管在接下来的几周 它要开始推出这个更新 你的频道什么时候可以 去定制这个标识名啊 你等邮件 我建议大家一收到邮件以后 马上行动 就是因为这个名字是微信的 你用了一个名字 别人就没办法用了 就相当于是抢住一个域名 这样一个道理 这个地方相当于是在油管上面 抢住一个二级域名 当然我们前面讲了这个命名规则 这只是一个技术规则 还有其他的社区的一些规则 来规范这个命名 比如说你不能用粗话 脏话骂人的话 来用到这个名字里头 还有我也不太可能去注册 一个油管的标识名 叫做苹果公司 或者是微软公司 这样的知名的企业 或者是机构的话 它这个名字肯定是保留了 当然也许你可以注册一个标识名 就叫做Donald Trump 因为人的名字不是唯一的 并且在注册这个过程当中 他并不需要一个身份的验证 所以我是Donald Trump 但是我不是美国总统 谁给你这样的权利 像Donald Trump这样的标识名 在油管上面 一定要保留给美国的前总统 所以有个博主 如果他给他自己的标识名 取为Donald Trump 那等真正的Donald Trump 被解封以后 想到这个地方来 注册Donald Trump 那他就没有办法注册成功 就像在推特上那样子 他要重新取另外一个名字 所以我不知道油管 现在是不是允许你通过 这种抢注的方式 去注册一些不太知名的企业 或者是一些名人的 这样的标识名 然后在下一个阶段的话 想办法兜售这些频道 当然这只是我无聊的一个猜测 相信油管的技术团队 在实现这样一个功能的时候 应该考虑到这样一个可能性 会有什么办法 把这样一个漏洞堵死 最后标识名是可以更改的 只要你想改的那个名字 现在没有被别人使用 好 这就是关于油管的标识名的 相关的信息 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周 大家注意你的油管的后台的通知 或者是你的邮件 收到通知以后 第一时间去给自己的频道 取一个好听好记的标识名 好了 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 谢谢 再见